曾在录剧《美人心记》与林心如演出对手戏的男主角陈建峰 当时饰演汉文帝被评为史上最帅皇帝 没想到近年作品减少的他再出现 整个种艺圈 先前合体少年四大名补就被评大走中 近日接受媒体专访 除了皮肤不如从前紧动外 更认为港剧现在会如此消沉 整个世代都要负责 不光是电视台 陈建峰在港剧《黄金》时期曾和林峰 黄宗泽 吴卓熙 马国民 黎诺义并称奥运六星是当时力捧的六大小生 在2011年转战大陆后演出 《美人心记》 中知情的代王刘恒 判文帝 深深吸引观众 更被誉为史上最帅皇帝 2014年的古装神话剧《风神英雄榜》播出后 不但收视率创下全国第一 也成为史上最年轻帅气的江紫衙 不过史上最帅皇帝的神话也在近期破灭 随着霍建华演出 如意传《乾隆帝》后 陈建峰和赵少年四大名谱却整个人臃肿到认不出来 和另外三位依旧帅气的小生比起来更惨不忍睹 近日接受香港 苹果 专访 被问到近几年港剧低迷问题 他认为不光是电视台有问题 而是整个世代出了问题 电视台就算出问题 也能靠演员 导演也能控制演员演出与品质 灯光 摄影可能也出现世代断层 更批评就算电视台愿意付出大笔资金来拍戏 但却虎头蛇尾马虎了事 最后选择后置来处理补足拍摄时不足的部分 很多事情是双向的